豪门父母找上我 说我是真父家少爷时 还同时让我选择跟谁 假少爷先选择了斤斤计较的富豪爸爸 而我跟了近身出户妈妈 后来假少爷恨爸爸逼他上镜 更恨爸爸让他娶清冷静玉的金圈小姐 他一气之下 招了四五个女魔来家里鬼混 暴露后他被近身出户 无家可归 而妈妈因为不争不强的品行 被首富看上 成了人人羡慕的首富夫人 我也成了风光无限的首富少爷 假少爷因此恨极了我 他借口爸爸想念我 将我骗到家里后 用水果刀一刀刀把我捅死 在睁眼 我回到了爸妈刚找到我的时候 看着假少爷毫不犹豫地扑向妈妈 满眼挑衅地看着我 这辈子轮到我当首富少爷了 我笑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 看见纪伯达义无反顾地拉住妈妈的手时 我知道他也重生了 妈妈我要跟着你 纪伯达双眼含泪 紧紧地抱住妈妈的手 从小你就教导我 要与世无争 我也不争了 就让哥哥跟着爸爸享福吧 而且我在鸡家想了这么多年的苦 也是时候把福气还给哥哥了 我不怕吃苦 只要跟着妈妈 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纪伯达说得声泪俱下 妈妈脸色也不由得微微共用 他伸手 蜻蜓点水一样搂了搂他 我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跟着妈妈 虽然要吃点苦 受点累 但是你心事好的 贫苦算不了什么 富贵才是烈火朋友 他说着 看了眼站在爸爸身边的我 淡淡地开口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 以后就不要后悔 我差点笑出声 后悔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上辈子 富豪父母找上门 同时让我和纪伯达选择跟谁 纪伯达习惯了奢侈的生活 说什么也不愿意 跟着自愿敬生出户的妈妈 而我渴望母爱 于是便半推半就地跟在妈妈身边 因为妈妈的人淡如菊 让爸爸很多时候 都没办法管教纪伯达 而导致纪伯达养成了愚蠢的性子 爸爸看在眼里 所以离婚后 爸爸便开始对纪伯达严格要求起来 一开始纪伯达为了富裕的生活 忍了下来 但是他也总是偷懒耍华 爸爸虽然想要狠下心管教 但是总是被纪伯达的撒娇弄冷的心 无奈之下 爸爸给他安排了一个联姻对象 也就是传说中的金圈小姐柳如烟 柳家实力雄厚 家风又出了门的和睦 柳如烟恰好长相出众 性格也好 只是清冷静于一些 是众多贵族求之不得的联姻对象 但是纪伯达不这么想 他认为 爸爸就是要把他卖给柳家 又是忙前忙后的陪孝喝酒 最终柳家只是退了婚 放过了纪伯达 而更让爸爸心寒的是 事后 他要纪伯达认错 他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没错 甚至说 爸爸在虐待他 被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这样说 爸爸当场气得差点晕过去 醒来之后就和他断绝了关系 一分钱都没给他 让他滚出家门 同时 妈妈凭借着娇好的容貌身材 俘获了首富的心 连带着我也成了首富的少爷 每天混迹在各个名流场合中 而且 人人都知道 我上面不仅有首富护着 身边还跟着个暧昧不清的季姐 他们都对我照顾有加 纪伯达因此极度的眼屏都红 他想弄死我 所以他借口爸爸想念我 要带我去见爸爸 结果却一叨叨地把我捞死 临死前 我看见纪伯达极度而扭曲的脸 凭什么 凭什么你要回来 凭什么你能有这么好的命 他恨我 也恨自己选错了人 所以 重来一次 他第一时间选择了妈妈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妈妈面具下的恶心任命 他为了讨好首富 逼我伺候变态季妇 忍受变态季节的骚扰 甚至 对于首富亲戚的算计陷害 他都推我不去挡在 我几次三番差点死在他们手上 而妈妈却独胜其身 在我遇到危险求救时 只会垂下眼 说一句 顺其自然 想到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拉住爸爸的手 弟弟和妈妈性格想 又母子情深 就成全他们吧 爸爸 我跟你走 爸爸看着纪伯达的眼中满是失望 在找到我之前 他是真的把纪伯达 当亲生儿子来养的 现在看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个 从来几乎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妈妈 心中当然是失望的 但是听到我的话 也让他眼底闪过一丝宽慰 他蹲下来抱住我 没事 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生活 爸爸一定会好好补偿你这些年的辛苦 我双眼含泪 点了点头 上一辈子 虽然我跟了妈妈 但是爸爸依旧在暗地里关心我的生活 让我体会到了难得的温暖 只可惜 纪伯达不屑这些 临走前 纪伯达对我挑衅的笑 你等着 这一世 我才是那个首富少年 我一定会过得比你好千倍万倍 我笑迷迷地说 有信心是好事 比起那个人前优雅温柔 人后比我伺候变态继父的妈妈 我简直要爱死了这个 斤斤计较又爱我的爸爸 人人都认为首富家的日子潇洒快活 但是没有人看见 在他家地下室的那些恶心工具 以及他们手上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产业 还好 我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爸爸为了培养我 给我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课外课程 只为了能让我跟上贵族学校的学习进度 除此之外 爸爸还让我不断地参加不同的宴会 在众人面前宣布我的身份 帮助我扩大社交圈子 这些都是让我融入上流社会的必经之路 上一辈子我也走过这条路 但是没有这么顺利 上一辈子 我虽然进入了首富家 成为首富少爷 但是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外宣布我的身份 也不让我交朋友 更不教导我各种上流社会的交际礼仪 导致我上学时 根本跟不上学习进度 也无法融入同学 我向妈妈哭诉时 她只会淡淡地说 他们愿意笑话就笑话 那些都不重要 不争不强 才是你应该做的 说完 她便嫌恶地皱了皱眉头 转身离去 似乎 我要求学习这些东西 是非常上步的台面的东西 被妈妈打击到的我 消沉自卑 直到季节审幼主为国 那不算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但我最终还是得到了我想要的 这一世 在爸爸精心安排之下 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圈子 融入之后 我就开始选择自己圈子里的人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圈子 套着一个圈子 我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要先掌握自己的圈子 精心挑选之后 我身边留下了几个身份地位 和性格都差不多相近的朋友 我们很快打成了一品 在精圈渐渐成为一个 小有名气的圈子 暑假很快过去 我们得去上学了 我的学籍已经从原本的普通学校 转到了精圈最底尖的贵族学校 我放学回家 爸爸递给我一张明天 这是柳如烟 你们认识认识 他说 柳家对我们家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你应该明白这些道理 似乎是担心我不同意 他还为我解释 我关顺必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知道的 爸爸欣慰地看着我 懂事就好 但是你别压力过大 你们现在都还没当年纪 现在只是先认识认识 如果合适 就在一起 如果不合适 我们技家也不是一定要和他们联姻 他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乖巧地应了一声 回到房间 我看着名片上的数字 发过去了好友请求 很快请求就通过了 你好 我是纪博昌 对方回话很简洁 但我没有被他的冷漠下头 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 一开始柳如烟还不是很想搭理我 但是我早就调查过他的喜好 三言两语下来 也还算聊得开心 约定了明天在学校见面后 我关掉了手机 虽然爸爸说得轻松 但是我也知道他的难处 技家这些年的生意越做越大 全靠他一个人支撑 已经招惹了不少人眼睹 前段时间还被首富莫名针对 已经有些困难了 现在必须找到可靠的萌萌 才能稳定局面 除此之外 他也是为了我考虑 寂静柳如烟的确是 金圈人人都想取的对象 再加上他轻心寡欲的形象 和严谨的夹缝 也不用担心他会出轨什么的 我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 第二天一早 到了学校 和朋友打过招呼 正要上课 班主任带了一个男孩过来 大家好 我是纪博达 很高兴认识你们 正在准备上课书本和资料的我 抬起了头 就看见纪博达一脸得意的看着我 同桌不解 他谁啊 你认识吗 怎么这么看着你 我满不在意的开口 他呀 首富的儿子吧 见过一面 不熟 和上一世一样 妈妈还是那么表面温柔 根本不让纪博达参加各种宴会 首富也没有对外宣布 纪博达的身份 但不一样的是 他竟然转搬到了我们班上 可能是伺候首富卖礼 他一高兴 就顺手帮了他一把 我看见他 才后之后觉得开始掐算日子 说起来 那个纪姐 好像也回来了 我择了一声 上辈子受了他不少的照顾 我总要还回来才行 刚下课 我就听到纪博达在那边 有意无意的炫耀 没什么了 我原本是纪家的儿子 现在跟着妈妈 也只是瑜伽的妓子而已 妈妈低调 所以不愿意让我声张 纪博达得意 但又竭力表现的没什么的声音 传入我的耳朵里 而这里的人 各个都是人精 对于首富家里的那点事 都知道一些 听他这么一说 有聪明点的 便看向了我 不仅是因为 我是纪家现在的真少女 更是因为 我最近在社交圈子里 十分活跃 红桌王腾瞬间 就听明白了他的阴阳怪气 气愤的要骂人 被我拉住 这种事情 你别管 我拿着正好要倒掉的冷水 拨开人群 让一让让一让 众人纷纷让路 还在得意洋洋 滔滔不绝的纪博达 面前冷不冰的空了 我扬起手 一杯水就泼在了他的身上 花WC 纪博达大叫一声 你你要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帮你洗洗嘴 别什么话都乱说 纪博达气得要来抓我 我早有防备 侧身躲过 然后伸出脚 他一个亮墙 就被绊倒了 你以前不在这个学校读书 肯定不太了解 我双手还凶 如果说活跃就是不正经的话 那这所学校里的学生 80%都是你所说的不正经 我说完 转身离开 搬上其他人冷眼旁观 正如我所说 纪博达没受过系统专门的教育 怎么会知道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本来他只是针对我一个人 被我挑明了 他的话就变成针对大多数人 大家看他的目光逐渐变得不赛 下一节课 纪博达没有来上 听说 他要找人来收拾你了 要不要我帮你 王腾担心地跟我说 我笑了一笑 别担心 纪博达后来换了身衣服 回到了教室 他看着我的眼神很 幸灾乐火 似乎准备了什么招数 我对着他笑了想 不怕他来 就怕他不来 中午午休 和柳如烟约定好 我们在小操场后面的公园见面 我到时 就看见一个人 站在那里等着了 柳如烟转过身 的确如同传闻一样 格外的高冷静欲 一双好看的眼睛 没什么情感的看着我 点了点头 你来了 我看见他的一瞬间 感觉心脏仿佛 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这张脸 是探机生物能长出来的吗 柳如烟 有没有人说过 你长得很好看 他愣了一下 随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 我的心脏立刻又被击中了 为什么有人能这么猛 一本正经的赞同调戏 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你吃午饭了吗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他似乎有些不适应我的热情 有些不自在地往旁边看看 然后点了点头 他太可爱了 他这样做 只会勾引起我欺负他的欲望了 但是为了不要吓跑他 我只能稍微抑制自己的冲动 勉强矜持地点了点头 然后欢欢喜喜地拉着他去食堂 一路上不少人对我们投来了目光 柳如烟可以说是个大名人 常年霸宝低 家庭条件优越 再加上出色的长相 以及非常有辨识度的气质 和小姐的人生 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 而我 虽然没有他出名 但是在暑假的苦心经营家 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 但是在别人看来 我们两个是怎么都不可能搭在一起的 既既我这个人爱热闹 而柳如烟可以说是个问呼噜 但是我才不管别人的目光 点了饭菜后 就和柳如烟并肩坐着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当然 聊天是指 我巴巴巴地说 柳如烟在关键时候点头 或者简短地说两个字 我调戏他 他不自在地顺着我的意思点头 看过去 他脸上是不可置信和嫉妒 我冷笑了 关你什么事 话音刚落 另一道声音响起 这就是你说的哥哥 此时 一个女人也慢悠悠地走过来 我听到她的声音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僵住了 余又威 首富家的掌影 前是我的季节 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她的视线落在我脸上 多有性慰 长得挺不错 我仿佛被毒蛇钉上 握紧了拳头 免得我下意识地颤抖 被人发现 跟你无关 她是我姐姐 是为了我报仇的 纪伯达似乎现在 还没有领会过余又威的变态 还洋洋得意地靠近余又威 姐姐 就是她 她欺负我 余又威看着我 脸上露出笑容 举止之间有几分儒雅 你就是纪家的真少爷 很高兴认识你 但是听说 我弟弟第一天上学 就被你欺负了 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余又威说着 就自然地坐在我对面 如果光看她的外表 任何人都不会把她当成变态 反而认为她是一个高材手 但是知道她暗地里的手段和爱好了我 明白自己已经被她给盯上了 我站起身 脸色冷淡 管好你弟弟的嘴巴就好 不然下次可就不是冷水了 说完 转身离开 但被余又威抓住手腕 我整个人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等等 如果真的是纪伯达的错 那不如我请你吃个饭 替她道个歉 怎么样 我立刻甩开了她的手 别碰我 我擦了擦手腕 被她碰到的地方 吃饭道歉就不需要了 管好她就好 我说着 大步离开 生怕余又威再次追上来 走了没两步 身后有人追来 我不耐烦地转身就骂 你还跟上来干什么 柳如烟顿了顿 我来看看 我发现自己骂错了人 立刻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抱歉 抱歉 我以为是那个余又威跟了上来 没事 柳如烟看着我 眼中有些关心 需要帮忙吗 我笑了笑 不用了 这些小事 我自己能解决的 我说着 又起了捉弄她的意思 贼兮兮地靠近她 你要是想帮我 不如早点和我定下婚约 老季现在一个人称得起 好惨的 我想帮帮她 柳如烟对我突然地靠近很不适应 身体僵住了 还没等她回答 我就转移了话题 好了 时间不早了 该回教室了 我向后退了两步 对她摆了摆手 下次再见了 她点了点头 我要转身离开时 却顿了一下 柳如烟 靠近了才闻到 你身上好香啊 我如愿看到柳如烟红了脸 哈哈哈哈 再见 我被鱼又微弄得不高兴的心情 再一次好了起来 下午的课上完了 我正和王腾说说笑笑着准备回家 但是班长突然过来对我说 老班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好像是与纪伯达有关 班长和我关系也还好 还提醒我 小心点 我看他好像喊了家长 我吃笑着点了点头 王腾担心我 要跟我一起留下来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 我能出什么事 你先回家 晚点我再找你商量一些声音 走到办公室 老远就听见纪伯达的哭诉 陈老师 我知道自己刚转过来 没有朋友 本来应该不打扰别人 但是他实在是太渴我 竟然泼我水 还侮辱我 我哼一声 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陈老师好 我先和正在头疼的老班打招 虽然我是这学期才进入他的班 但是在学期开始之前 也和他吃过几次饭 关系也还好 至少他不会因为这些小事为难我 纪伯达见我进来 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色缩着往妈妈身后躲了躲 似乎很怕我的样子 这么多天没有见到妈妈 他几乎没有变样 脸上依旧带着那副淡淡的表情 端坐着 像是什么都不在意 见了我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你来了 他说的是 你可认 我吃笑着摇头 我当然不认 谁欺负他了 妈妈脸上闪过一丝愤怒 公道自在人心 你说谎 我是要遭报应的 我撇了撇嘴 你个大人 来质问我 有些不合适吧 要不还是等我家长来了再说 我看向老班 他点了点头 说曹操曹操道 我早就给爸爸打了电话 他飞快的就赶来了 我知道爸爸对妈妈 其实还是有些感情的 但是因为妈妈放纵身边的亲戚 吸血吸得太狠 他只能选择离婚 我想趁这次机会 让爸爸彻底 断了对妈妈的感情 爸爸推开门 看见妈妈时 表情愣了一下 既然人来了 那就说说吧 妈妈看都没有看爸爸的眼 表情淡淡的说 我相信 顺其自然肯定能得到公正的结果 我顺着他的话继续 是纪博达 在课间骂我不正经 下一秒 爸爸果然生气了 纪博达骂人在前 这件事是他的错 妈妈也听到了我的话 皱了皱眉头 没再说话 指望着他帮自己说话的 纪博达只能咬牙 站出来道 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 他就拿水泼我 中午还威胁我 说要用开水泼我 妈妈关坐着 皱了皱眉 显然很不喜欢 纪博达争宁的表情 小妖 妈妈不喜欢争辩 这件事公道自在人心 她既然不承认 你也白口莫辩 陈老师会给你清白的 他说着 完全没有帮纪博达的意思 听到这熟悉的话 我差点没笑出来 纪博达差点被气炸了 眼看事情无法推进 陈老师猜出妈妈不想纠缠 就赶忙摆手 好了 既然双方家长都达成了一致 那这件事就这样 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要好好相处 陈老师或心理 纪博达不愿意 凭什么 就是他泼了我 还让我摔跤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凭什么就这么算了 爸爸虽然也觉得 妈妈的处理太过草率 但是他向着我了 你为什么第一天 就要到处造谣 我没有 我不是在说他 纪博达急了 但是妈妈已经不高兴 在这里待着 好了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们走 妈妈转身就走 纪博达只能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跟着离开 回家的路上 爸爸一言不发 爸爸 今天你觉得我做对了 还是做错了 我主动问道 爸爸皱着眉 你要是真的泼了水 那就是做错了 我请的那些老师没教你 要是看不惯别人 也不应该这么轻易地 表现在脸上吗 我笑了 当然教过 但是爸爸 如果你是妈妈 你会怎么做 爸爸眉头皱得更紧了 肯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至少要道歉 我点了点头 爸爸你也知道妈妈那个人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态度 那些亲戚才会吸我们的血 现在他更是为虎作娼 帮首富他们一家子 做了不少的事 爸爸听出来我话里的意思 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老季一生 都没走过回头路 还有 你是怎么知道首富他家 我笑了 爸爸用心在陪我 当然要有些成就 发了消息询问情况 或者约我出去玩 这些我倒是不意外 让我意外的是 柳如烟竟然给我发了不少消息 听说有人找你麻烦 需不需要我帮忙 我可以考虑联姻 明天见面聊 我看见最后一条消息 兴奋地差点蹦起来 明天是休息日 聊聊后或许还可以约个鬼 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我压下兴奋 与王腾等人联系起来 于家是个庞然大物 光是我们计较 当然不行 但是别忘了 我可有些朋友 在这个圈子里边 只要有点努力 都拼了命地想要往上爬 我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条件 一个消息 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有了这些利益勾连 在短时间内 我们的联盟就是坚不可摧 因此 在被首富狙击的情况下 爸爸才有空来学校 帮我跟妈妈吵架 技嘉表面上看上去摇摇欲坠 但实际上被千丝万缕的利益 牢牢支撑 反而是首富 抽不开身 第二天一早 我兴奋地准备和柳如烟的 第一次约会 我到了咖啡厅 一眼就看见柳如烟 他指节分明地鲜长手指 握着银色的搅拌勺 有一搭没一搭地搅拌着咖啡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长长的睫毛头下一片脆弱的阴影 我承认 我起了色性 你来得这么早 我笑着打了声招呼 他抬头 看见我 愣了一下 然后耳尖微红 嗯 他点了点头 联音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服务声送上我的咖啡 我开始谈正事 他垂下眼 可以 嗨嗨 我们出去走走吧 柳如烟点点头 并肩走在街上 我又开始了话牢 柳如烟勾勾着嘴角 默默地听着 微风吹过 摇晃的树荫洒在我们身上 岁月静好 真巧啊 又见面了 我极为讨厌的声音响起 于又微和纪伯达 一前一后的一面走 于又微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眼中闪过不怀好意的波 难得看见柳如烟跟男生走近 你还不知道吧 他很早之前就清心管御地念佛了 说是此生不会嫁任何人 于又微说着 笑眯眯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个例外呢 我察觉到柳如烟的身体将了奖 瞬间 我愤怒冲上了大脑 不用你费心了 说起来我们也没熟到 在街上见面要打招呼的程度 我向来相信没有免费的情报 于大小姐还是少打我和柳如烟的主意比较好 于又微的表情将了一顺 然后笑着摇了摇头 脾气真是不好 不过 今天来找你 可不是我的主意 弟弟 你说是吧 是 一直沉默着仇视我的纪伯达 勉强说 明天是我的生日 虽然我们之间闹了一些不愉快 但是 我和妈妈都希望你能来 他说着 拿出一张请柬 我盯着他看了看 笑着结果 语气带着点意味不明 你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脸色这么难看 这么热的天 为什么裹得严严实实的 要是身体不舒服 还是要去看医生才好啊 纪伯达脸色惨白 恶毒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恨恨的低下头 没 没事 我笑了 于又威肯定对他动手了 我对于又威的手段 可谓是非常了解 细伯达有的是苦头痴 于又威 意味深长地看了我 本来你也有可能是我的弟弟了 只是可惜 但是如果你愿意 于家的门随时为你打开 于家要狙击的对象 可从来没有活着 他语气中的威胁意味太过明显 我准备反唇相机 手却被一只微凉的手握住 柳如烟握着我的手 站在我身边 脸色沉了下来 管好你自己 我未婚夫的事 就是我柳家的事 于又威冷哼一声 选择了退去 转身离开 柳如烟安慰我 没事的 有我 我仰头看着他 没有说话 他抿了抿唇 怎么了 我扑斥一笑 伸手抱着他 你刚刚好帅啊 柳如烟整个人都僵住了 过了半天才犹豫着伸手抱了我一下 我却松开了手 满足地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明天的鸿门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凑近问道 柳如烟胡乱地点了点头 我笑了 那就亲一下吧 我承认我是有些卑鄙的 即使喜欢柳如烟 也要利用他 看到头版的爸爸 立刻明白我做了什么 我们技嘉的鼓针已经长平了 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 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把我叫过去 严肃地说 你应该知道自己在玩什么吧 要是得罪了柳家 我们就倒大霉了 我点了点头 我当然知道 把我们之间还没有确定的关系 借着媒体直接暴露出来 这样 就算后面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也可以把柳家和技嘉套牢 而敏锐的聪明人 自然会想到 于家对技嘉的狙击 从而联想于家和柳家的矛盾 他们从来不会轻易地帮任何一方 谁赢他们帮谁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最有可能赢 或许会有些饼而走险 但是我觉得值得 爸爸疲倦地板了白手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做了 那也只能这样 虽然疲惫 但是掩盖不住他眼底的兴奋 伤人吗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越兴奋 晚上的生日宴 同时 也是于家宣布 既博达在圣流社会身份的宴会 因此办得格外盛大 许多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面对这种大型宴婚 当然要好好打扮 当柳如烟穿着盛大的晚礼服时 都乱了片刻 我拉着他的手 微笑说 你今天真好看 我帅不帅 柳如烟的耳朵迅速红了 我不依不饶 你说吗 我帅不帅 你喜不喜欢 他的脸更红了 小生说 帅 我的心脏仿佛又被击中了 红着连小生说话的样子都好可爱 你太可爱了 我恨不得抱着他亲一口 这下柳如烟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嗨嗨 赶紧上车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来 警告的看了我一眼 让我别玩得过火了 我笑笑 拉着柳如烟上了车 我和柳如烟牵着手 进入了宴会 喧嚣的宴会都为我们安静了片刻 仿佛我们才是今天的主角 这让在楼上观察情况的纪伯达气坏了 他的脸色扭曲 于又微走到他身边 在他耳边低声道 你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吗 纪伯达脸色苍旦 畏惧地点了点头 于又微看着我 眼中露出势在必得的光 我察觉到视线 不甘示弱地看回去 宴会开始 我对在宴会另外一边的王腾举了举杯 有柳如烟在身边 他们不敢过来 我是不是妨碍你们了 柳如烟小声问道 我拉着他的手 摇头 没有 朋友哪有你重要 柳如烟的脸色又有弄起来的趋势 嗨嗨 哥 你们这么拉拉扯扯 不太好吧 我笑了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纪伯达进入了演戏状态 招手喊来了一个服务员 送来了几杯酒 哥哥 哎 我知道你一直讨厌我 先是占了你的位置 替你想了服务 他笑着说 但眼神中却没有多少高兴 我看着他讲屁话 但是今天是我的生日 要不我们一起喝一杯 以前的那些恩仇就算了 以后我们就是好兄弟 好不好 他说了半天 终于露出来意 我笑了 当然好 柳如烟却拦住了我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没有错过纪伯达的急恨 我拿起酒杯 微笑着喝了下去 继伯达满意地 看着我喝完了酒 转身离开 要不要我先送你回去 柳如烟担心地问你 不用 等会儿你就在外面等我就好 我看着他因为担心 而皱起的眉 感觉酒的热气仿佛上头了 灿烂一笑 伸手抚平他的眉 别皱眉 这样就不好看 没过一会 宴会的人似乎多了起来 我和柳如烟散了 然后在迷迷糊糊中 被人扶走 再睁开一眼 就到了我熟悉的地下室 准确地来说 是我上辈子 确认真恐摄像头正常运满 我开始摸索起这个地下室 这里不仅仅是 于又微家父女 发泄欲望的地方 更是他们藏见不得人的秘密的地方 他们手下的那些黑色产业 大多证据都在这里 这是上一世 于又微故意告诉我的 为了让我彻底屈服 他告诉我 就算我拿到了证据 也颁不倒他们 当我去找妈妈求主 他只会说 这是你的福气 你应该顺其自然 我一边回想着 一边摸索到了暗阁 抓紧时间 我先把那些触目惊心的账目和生意拍下来 接下来 我只需要拖延时间 等待王腾来救我 听到门口的脚步声 我察觉到不太对劲 听上去 不止一个人 于又微 纪伯达和妈妈都走了过来 妈妈看着满墙的道具 嫌弃地皱起了眉 但是碍于于在身边 只能什么都不说 纪伯达脸色却有些苍白 走了没两步 纪伯达哭着求妈妈 妈妈 妈妈我不想过去 求你了 我想回去 妈妈不耐烦地说 你姐姐说了 只是带你来看看你哥哥 不会做什么的 纪伯达还在求着 妈妈却变了脸色 纪伯达 你本来不是我的孩子 我还把你带在身边 让你享受荣华 你别不知好歹 纪伯达脸色惨白 于又微大步走到我面前 眼中闪着兴奋的光 你总算落在我手上了 妈妈有些不适 强撑着笑脸 说 既然他们两个都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于又微却去喊住了他 你不留下来 我们一起玩玩吗 不 不了 妈妈脸色苍白 看吧 到了他身上 他又不说什么顺其自然了 我睁开眼睛 看着于又微 你要对我干什么 于又微笑了一下 手指抚摸我的脸颊 眼中闪着疯狂 我怎么舍得对你做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爱上你了 可惜你一直不看我 我只能用这种手段了 我拍开他的手 你真恶心 你带了多少人来这里 他毫不在意 一边站起来 一边调整他那恶心的情绪 也不多 十几个而已 纪伯达脸色发白 妈妈转身就要离开 你过来 昨天我怎么教你的 你还记得吧 他对纪伯达指挥道 纪伯达有些害怕 咬着牙 把我捆在立起来的脸子上 小声在我耳边快意地说 他们都是变态 我后悔跟你换了 但是这一时 你也要和我一样 尝尝这些变态的折磨 只要你被他们弄死了 我一样能过得比你好 我冷笑一声 再来多少次 垃圾就是垃圾 说什么呢 赶紧把他的衣服脱了 于又微催促到 纪伯达掐住了我的脖子 他脸上是复仇的兴奋 我要重来 我受不了他们了 下辈子我要看着你 被他们玩烂 我看着他 心里算着时间 嘲讽地笑着 就是个垃圾 他气急败怀 更加用力了 三 二 住手 一声惊呼破口 纪伯达显然慌了 但是脖子上的力道 没有停下 死吧 死吧 我两眼一黑 再次睁眼 在医院里面 我脖子上敷着药 含着绷带 柳如烟抓着我的手 睡在床边 我动了动手 他就醒了 你醒了 他脸色难看得很 但看见我醒了 还是稍微放松了些 正好 来看望我的王腾也来了 被喂了一嘴狗粮 王腾搞怪地说 柳如烟顿了顿 说要给我接点水 就离开了 王腾一边调侃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一边跟我讲那天的后续 多亏柳如烟 把你救下来 你都不知道他当时有多帅 有你的证据在 于家妇女都要进去蹲到死 于又为家彻底倒谈了 大家都分了一杯羹 既博打也因为 故意杀人畏锁 要进去了 你妈妈 好像被他的穷亲戚带走了 事情告一段落 我和柳如烟的订婚宴 开始准备 却在宴会开始的前一天 看见在路上 游荡了一个邋遢的警 他一看见我 就扑上来 是我 我是你妈妈呀 你不能这样放着我不管吗 柳如烟护着我 众多保镖把他架走 我吩咐他们 把他扔给他的那些亲戚 让他们好好地招待他 那些吸血鬼 在他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仗着爸爸的名声 在外面做了多少坏事 吸了我们家多少的血 现在他没有什么价值了 他们当然不会稀罕他 但是 这不代表他们不乐意折磨他 生理恩斗米仇 他们只会怨恨他没有血 给他们继续洗 订婚宴顺利结束 季家一跃成为 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将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我坏笑着问他 他支支吾吾 憋红了脸 一见钟情 我和他尸指相扣 真巧 我也是